龙马桌球大赛 龙马便当 龙马汉堡 高知有很多餐馆都以龙马为号召 所以当然也有龙马主题的敏波料理 在高知似乎什么都可以龙马一下 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上一集各位和我共同开始一段 以版本龙马为主题的旅行 我们介绍了如何前往高知 跟龙马出生地周边的时机 而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一趟龙马之旅 来谈谈高知市内的其他景点 单纯只讲历史或许稍嫌枯燥 这一集我们就从高知的闹区和美食开始吧 说到高知市区 有一个可以称为是地标的知名景点 叫做薄膜乌桥 哈利玛雅巴西 说起来虽然有点失礼 但是他多年被选为 日本令人失望的三大名胜之一 另外两个是冲绳的手里门 跟杂谎的实际台 要说失望或许是因为它真的很小 尽管这座桥当年是以 七美的爱情故事闻名 不过对于我们这种 常常喂了一块石碑 或者说明牌 就不远千里去到当地的 历史爱好者而言 薄膜乌桥已经够大了 但其实重点不在桥本身 而是在薄膜乌交叉点的四周 正是高知市的几条主要商店街 也可以算是闹区 特别是从薄膜乌桥 往高知城的方向 延伸过去的三四个街区 也就是带乌丁的范围 应该可以算是精华区域 一路逛过去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海报 例如龙马桌球大赛 龙马便当 还有龙马汉堡 在高知 似乎什么都可以龙马一下 而如果我们回头来复习一下土佐国的风土 高知平野是四国岛南部的一块冲击平原 背靠四国山地面向太平洋 这个地理环境跟我的故乡 宜兰或者是花莲非常的类似 所以更觉得亲切 但也正由于四国山地的阻隔 使得土佐自古以来自成一国 以前常在某些阅读时 读到书中把这里称为南国土佐 总有点疑惑 萨摩路尔岛不是应该更难吗 但其实古代日本的地理观和现在有点不同 要把日本列岛横躺来看 跟京都的位置相对 路尔岛是西 而高知的确是在南 所以才被称为南国 而由于九州离欧亚大陆比较近 自古和临近的国家都有海上的往来 而且日本国内的航运 又多是经由赖户内海或者是日本海 所以濒临太平洋的土佐 的确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 浪高风大 民风飘汗 先有这样的认知才能理解土佐人的个性 而正由于这样的地理条件 土佐的吃也大多以大跟粗犷的海鲜料理为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答案就是 敏波 就是沙瓦鸡料理 在桌上排列有40公分以上的大碟子 将繁多的饭菜承载在内 而参加者就从那里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分成小碟来吃 常常有以亲属跟朋友为主的宴会 把青花鱼的寿司 鸡蛋卷 海带卷 生鱼片 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成 高知有很多餐馆都以龙马为号召 所以当然也有龙马主题的敏波料理 但其实上述的说明还少了一样 说了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太舒服 就是筋肉 土佐 山多 地少 又濒临大洋 自古以来 捕金就是居民赖以为生的方式之一 和捕金有关的当地名人 有一位因船难漂流 而被美国捕金船救起的约翰万次郎 相信许多人也曾经听闻 而近代因为机械化的捕金 而引发了动保跟环保的议题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并应该支持的 但是土佐的古式捕金 当真是人跟大海的搏斗 如果从历史跟文化的观点来看 人可以视为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第一次品尝敏波料理的时候 其实是意外的吃到 坦白说 味心 直应 谈不上美味 只能说是以前土佐人的蛋白质来源 因为我也不鼓励吃筋肉 所以后来如果有机会带团去 就会先跟店家说明 用其他的肉类来取代 而土佐高知 另一项代表的海鲜料理 便是煎扣 有意为炙烧鲜鱼片 或者是鲜鱼半敲烧 简单的说就是带皮的鲜鱼片 外烤 内生 至于口味跟口感 我个人认为还是当地的粗犷特色 也许谈不上精致美食 但是据说土佐出身的 深夜食堂的作者安倍叶朗 认为这是极美味的下酒菜 提到酒 高知人爱喝酒也是出了名的 每年的酒类消费额常常在全日本名列前往 而当年的凡祖山内荣堂 还有金海醉猴的称号 而由荣堂称号而来的醉精酒造 醉精在2021年的高知酒款票选排名第六 但在台湾有不少的爱好者 当然也包括我 各位可能会发现 口语上常常说土佐高知 其实土佐是国名或者凡名 而高知则是臣的名字 这么记比较清楚 刚刚说到 土佐的凡祖是山内加 用最简单的说法 这是一个由中央 也就是德川幕府指派的 外来的军事占领政权 而跟着山内加来的武士 是凡士 上士 原本在地的武士 就成了乡士 下士 这种上士跟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是造就土佐出了许多 脱凡浪士的原因 包括版本龙马也是其中之一 而山内加统治土佐的威权象征 毫无疑问的就是高知城 之前我们有一集介绍熊本城的影片当中有提到 现在日本有许多城都是战后重建 早已经变成水泥加电梯的现代建筑 但是高知城却是少数维持原本的结构 颇有参观跟保存的价值 高知城在1603年由山内一封建造 后来因为大火而烧毁 现在的天守阁是1749年重建起来的 所以依然是古迹 而根据四国观光推进机构的官网上面说明 现存的高知城是日本全国唯一保留整个本丸建筑群的古城 在这里除了能充分感受城池的魅力 更因为城池面积小巧玲珑 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看完城内所有的景点 此外天守阁是全日本现存12座天守之一 而能将追手们跟天守拍在同一张照片中的 也只有高知城而已 因此也成为相当受欢迎的摄影景点 其实不只是外观 内部也有许多历史的展示 除了历代城主的甲咒跟武器 更吸引我的仍然是关于城下丁平民生活的展示 还包括了古代补金的情景的在线 附带一提的建造高知城的山内一封 也曾经是司马辽太郎小说 以及大和剧《功名十字录》的主角 当年由爆红的中间游记会饰演贤妻千代 辅佐夫君 先后追随封城秀吉跟德川家康 也才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 我曾经去高知城两次 一次在2010年 后来2018年再去 旁边的高知城历史博物馆已经落成开幕 由于高知城内部空间比较狭小 收藏的很多文物无法全部展出 大概有六万七千件山内家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 还有美术工艺品就放在博物馆中展出 对于木墨和龙马有兴趣的人 在城下丁的部分也有相关的文物 并且有一幅说明牌 屠左木墨的两种观点 简明扼要地标示了凡 VS制式 双方对于天下大事的解读和行动 那一天我在高知城博物馆参观完毕之后 还在展望台做了一会 眺望城景 像这般为了一座城 建一座博物馆也是相当令人赶配 而有关山内家的时机 我还特别去看了它的宅邸基地 靠近近川相当宽敞风洋 县指目前是山内神社 对面的山内家藏屋荣堂还曾经在这边接见 远道来访的西乡龙盛 如今成了高级的温泉旅馆三翠园 说到在高知市内和龙马有关的时机 有另外两个名词也是不能不提到的 那就是五四半平泰的徒左勤王党 如果看过大和剧龙马传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位五四半平泰和龙马家是远亲 很可能从小就认识 而他无论在建树或者学问 在同辈之间都堪称粗类拔萃 后来组成了徒左勤王党 和帆内的旧势力来对抗 而且还派人暗杀了众臣吉田东阳 最后自己也落得入狱切腹的命运 而今天在高知市 就有两处五四半平泰的宅邸基 一处是离市区车程大约20分钟的旧宅 位于田间的一处小山坡上面 其实这里也是然后来的墓地 甚至还有一座小小的瑞山纪念馆以及瑞山神社 如果不想跑得太远 那么在市区菜园厂丁的恒绝公园内 就有他搬到城下后的五四半平泰底机和道场机 而在高知城附近热闹的戴乌丁 如今四国银行的转角处立着五四瑞山先生训捷之地 而瑞山是他的号 也就是他切腹的场所 距离被他下令暗杀的吉田东阳训难之地 步行不到五分钟 仿佛是一种因果的对照 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历史的细节 因为影片是以旅游为主 就不说的太多 之后各位可以参照 公投间的龙马之旅书籍回头来对照 好 那么高知市区还有一个算是知名景点之处 那就是五台山 没上五台山就不算来过高知啊 虽然我是直到第三次去高知 才自驾上了五台山 当时心中的确发出了如此的感叹 各位知道 关于龙马的故事 有许多是来自司马辽太郎先生的小说 龙马行 但司马先生为了小说的戏剧效果 加了不少想象的人物跟情节 尽管未必是史实 但是却让故事读起来更鲜活 而在小说中 就有写到龙马的侄女春朱 偷偷约了下彩谷家的小姐 梅宜 找龙马上五台山赏月的桥段 五台山位于高知市的东侧 可以俯瞰 近川 国分川 夏田川的交汇处 而唯有从这个高度来看 才能真正体会到 高知是背以四国三地的一座河岗城市 望向出海口的方向 则是浦户湾 虽然因为浦屋湾口的地形弯曲 而且狭窄 大型的船只无法进入 但却反而保留了悠闲的风情 展望台的栏杆上面 也留有一些爱情所 显然也是一个约会的圣地 如果勉强要比喻 有一点像是台北市区的原山 但看下来的景观 又有一点类似基隆 而位于河口的一些低矮的建筑 看起来很适合开咖啡馆跟餐酒馆 更让人有想要去造访的冲动 五台山西路靠近平地处有一座西江蚕寺 小说中也有写到 这是一个赏月看海的好地方 但其实高知以赏月文明的景点 除了五台山还有贵宾 高知是一个天然的河口港丁 地形相当特别 而在浦户湾之外 面向太平洋侧 有一片雅致的沙滩 被称为贵宾 以往读司马先生的龙马行 只要写到贵宾 似乎就一定会提到赏月 因而印象非常的深刻 好比说他有一段就写到 对于出生在屠左的人来说 贵宾就是故乡 最美不过贵宾月 就像黎瑶里唱的那样 高知城中的人 每逢中秋月明之夜 都会聚集到这个海滨 一边赏月 一边彻夜把酒连欢 这已经成为一年中的节日 从高知市区的薄摩乌桥 搭巴士到贵宾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 但是绝对非常值得推荐 尤其是龙马的粉丝必去 贵宾并不大 沙子呈现白灰色 重点是沙滩周边 纵有许多的松树 你绝对不会把它跟热带岛屿的海滩搞错 它就是一个非常日本风格的海滩 而在海滩南侧的一角 它有一座小小的神社 被称为龙王宫 从那里更可以回看贵宾的全集 好 重点来了 对于龙马来说 它的志向在大海 贵宾的海滩既是年少时期看海赏月 又是最后归国首建的故乡景致 倘若要替龙马建一座纪念馆 没有比贵宾更适合的地方 高知县利版本龙马纪念馆 就设在贵宾海岸上面 居高临下的普护城原子旁边 说到这个普护城 原本是山内加进封之前 统治四国的长宗我故事的居城 可谓是屠左下士门的原主 这又赋予了这个地点 另外一层深刻的意义 而这座纪念馆可以说是最早 但是也是最完整 关于版本龙马的生涯展示 它最早于1991年开馆 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 如果你是龙马的粉丝 走进馆中真的会有满满的感动 我知道有很多人去过这座纪念馆 但是如果你是在2018年之前去的 那么强烈建议要再去一次 因为2018年的4月华丽的新馆落成 新增许多文书收藏品 包括与它相关的许多的信件 文书还有爱用的手枪复制品 龟山社中和海员队的相关出版品 而且还增设了跟龙马同乡的 约翰万次郎展示室 约翰万次郎是屠左的船夫 遇海难漂流 最后被美国人救起 远渡美国 亲身感受异国的文化并且学习 归国后也致力于默默的近代化跟国际化 而旧馆也经过整修 将龙马的生涯 透过一个个小的主题展示馆来呈现 包括有屠左往事 黑船来航 托帆之道 海船大志 煞长同盟 大正凤凰 以及被暗杀的近江屋的模型等等 在二楼 还有一个可以眺望太平洋的空间 让人们可以静静在此 遥想龙马心中的志向 龙马纪念馆的旧馆跟新馆 也代表了两个时代 截然不同的建筑设计风格 对于我们这种走过80、90年代的昭和乃 别有一番对照之乐趣 而如果和前面提到的高之城历史博物馆 搭配起来参观 就是完美的行程 而在不远处的上龙头甲 矗立着13.5公尺高的龙马像 这是在昭和初年 高之的中学生为了学习龙马的精神 发起募款 自发筹建 红像筹建的过程 在纪念馆中也有说明展示 龙马以他留下的最知名的相片的站姿 望向太平洋 仿佛禁述着未尽之至 而这座铜像 也正是我年轻的时候立下心愿 想要参观世界上的三座人物铜像之一 一座就是高之的龙马像 另外一座也已经实现 就是古巴圣克拉拉的切格瓦拉铜像 至于第三座 就让我先保守秘密 静待未来 有机会实现的时候再说 而如果你是自驾前往的铁粉 我私心建议参观完这里 还可以开车越过朴户大桥 前往朴户湾另外一边的总骑海滨 因为这里有一个中程家的暗内板 是龙马最后一次归乡史上路借住的地方 尽管我去过三次高之 但多半来去匆匆 虽然也有在市区过夜 但是没有闲暇前往贵宾赏月 怕是要被当地人嘲笑说不懂风雅 上一次离开的时候 心中也曾默默许愿 既然时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 下次再有机会来到高之 那就一定要选对日子 留个时间到贵宾喝酒 进龙马看月亮 这一集我们介绍了 高之的闹区跟美食 还有三内加跟高之城 以及武士办平台 还有舞台山跟贵宾 而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跟随龙马的脚步 来探访他前往江户的路线 以及托帆时走过的路等等 而宫头间的龙马之旅书集 预定将在11月出版 文字跟影片各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也非常值得收藏保存 请密切关注粉专跟本频道的讯息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宫头间观点的时事和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